现在经过了88风灾过后 此季包括在屏东 在高雄 在台南 分别有三个大型的园区 正在锦楼命谷兴建当中 而在其中呢 有许许多多的温馨故事 比方说呢 一直在屏东雾台的古川部落 担任寄养家庭职工的包明堂 和巴莲玉夫妻 过去他们是没有办法相信 一场灾难 让他们两个人居然变得一无所有 本来呢 是可以帮助别人 本人的信仰居然呢 要伸手被人家来帮助 但是呢 在一路上 看到了瓷器职工 这样的无私付出 包明堂说 他终于体会到 大爱跨宗教 跨国界 所以信仰基督教的他 还特别创作了歌曲 送给佛教团体的瓷器人 那是瓷器的爱 为伦比的爱 在首名为《有一种爱》的歌曲 是贫通雾台古川部落乡亲 包明堂在八八风灾后 特地为瓷器人所创作的 相信上帝 相信瓷器团队 一定会协助我们 然后去把我们需要的 去关心关怀的人 一定会完成 八八风灾前 包明堂跟太太 担任家福中心 寄养家庭巨工 将来乐心助人的夫妻 怎么也没想到 一场灾变 他们变成了需要被帮助的人 一无所有时 瓷器人源源不绝的爱 给了他们自救救人的勇气 从自己的行动开始 你要怎么样 要开始启动 有一种感谢感恩 你要去懂得要去回报别人 这个才是重点 包明堂跟所有古川部落乡亲 选择用响亮的歌声 大声唱出对慈禁语人的感谢 乡亲也当带着这一份满满的爱 要在长子大爱园区 重建家园 大家先玩 这下美志工 徐景琼 韩明志 带增人 屏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